51 歲的吳家洛效力無線當年 今天他竟然宣布離巢 震驚了一眾網民 吳家洛留言寫說 有幸能效力陪伴很多人成長的電視台30年 多謝無線給他演出機會 他還分享了一些他適合的演出片段 回顧以前在 TVB 的美好時光 不過未有交代離巢的原因 吳家洛曾於 2018 年 5 月 突然發表感受說沒有價值 被人當透明很無忍 但當時他沒有解釋發生什麼事 令網民揣測 他是不是拍劇時被人欺負 而那段時間他正在去烏魯木齊 為包青天再起風雲拍外景 之後他又馬上澄清 不是因為拍包青天而起 不過就不知究竟是因為什麼事了 黎明 Leon 一年十場的紅館演唱會 正是舉行 除了香港歌迷 還有不少粉絲 特地由內地或者世界各地來到香港 支持 Leon 近年不少歌手在港澳地區開Show 都會遇到歌迷 叫他們講過語 做在今年六月的澳門演唱會 Leon 就即時轉 Channel 又說大灣區的觀眾經常見到自己 但很多外省人遠道而來 所以他盡可能都會講完廣東話之後 再講普通話 相當貼心 而去到日前的香港演唱會 他又再次被要求講過語 他今次就用另一種方式回應 說你們會聽廣東話的 我對你們有信心 秘謀爭是神回應 以及標準答案 今句話 果然並非浪得虛名 無線TVB晚千聲輝賀台慶2023日前 在電視城餘滿結束 當晚除了台上的台慶表演之外 藝人們都有透過社交平台 和網民粉絲聊聊天 當中時底陳展鵬就選在台慶中段 去買咖啡的時候開直播和內地的網民互動 期間有人問他不見他表演的? 陳展鵬就表示今年沒有表演只有參與 因為之前時間比較忙 而這段三分多鐘的直播 陳展鵬全程都用普通話對答 獲得內地的網民大贊 普通話真是很不錯 日爭區近鏡一樣這麼帥仔 無線萬千聲輝賀台慶2023日 細細粒被主持人之一潘正文 硬山山打斷抽獎動作一幕備受網民關注 不少網民指這個舉動無禮貌 亦有網民翻出潘正文台慶的其他片段 指車遠遠抽獎時拿起扭蛋後 潘正文就一手搶了扭蛋 期間車遠遠上伸手拿回 奈何潘正文已經急急拆開扭蛋 讀出紙上面的名字 不過車遠遠未流露出尷尬表情 可見前輩氣量 網民指其他主持人都被藝人自己讀出紙上面的名字 唯獨潘正文搶著說 不過亦有人指潘正文年僅25歲 說年輕女沒經驗 無線萬千聲輝河台慶有一年圓滿結束 一如以往 數後各位沒有太多鏡頭的小花 都會在自己社交平台貼美照壓下like 當中有不少滄海為主 而曾經是港者大熱的黃詠嘉就是其中之一 有網民跟直言正過冠軍 黃詠嘉參選當時曾經間接製造過不少話題 例如他的社交平台自我介紹 就曾經出現單親媽媽致養 後來經解釋後才知道是解造經常照顧別人的朋友 而參選時的才藝表演環節 黃詠嘉都憑著出色的木桐笛表演成為一時佳話 事後李佳琛近年都經常被指被雪藏 不過都有份量上今年台慶 但大合照的時候就站在最旁 還側過未拿過事後的高海寧 而在內地方面 阿里就和去年一樣 受到埋堆堆微博視訊號特別照顧 拍到大頭的時候被打口架遮樣 TVB官方微博照片都不見阿里的蹤影 人氣了網民熱議 但近日就有內地網民 上載了一段娛樂新聞台台興多晚的直播片 為阿里挽回民心 阿里這個貼心的舉動 獲得多位網民大讚人美心善 還有人說她應該很快可以有機會拍劇 感覺是有人針對她 又有多位網民好心痛 阿里要站到最旁 覺得好可惜呀 二年43歲的陳冠希 在2008年曾經因為女星驗照事件 在記者會道歉並宣佈無限期退出香港娛樂圈 之後她主力發展自己的潮牌 並與內地名無巡述陪結婚 訓後若有一個女女 今日陳冠希在台灣出席她的潮牌20周年活動 還抱著女女接受訪問 期間她激行談及2008年的驗照事件 表示可能2008年大家覺得我結束了 但我沒有放棄也沒有迷路 她還說感謝粉絲一直以來的支持 其實陳冠希並不是首次公開談及驗照事件 她曾經在2016年接受英國網站訪問時重提這件事 當時她更老實直言說 我唯一做錯 是在那個文化背景下處理事件的方法 但在性理方面 我不認為我錯了 陸永老婆陳莉娜 近日不時直播分享生活 話題除了是兩個女女之外 日前直播時她也看到自己 多年來都要靠安眠藥才能睡到 雖然有網民提醒她 安眠藥有副作用 又提議她放鬆心情 可以改善失眠 但她就說自己已經有太多煩惱 她也有去看醫生 被診斷為焦慮症 而最近醫生說她吃得太多安眠藥 要戒下 所以要她吃血清素 但她說 吃血清素之後 身材又肥又腫 因為長期吃得很少 都不覺得有減到磅數 63歲的歐陽振華 在TVB的前修士復帳 現在就養尊處優 過著半退休的生活 閒時又和百億老婆 傅傑嫻 從山換水 近日歐陽振華現身南京的商演 在現場的片段看到 她穿著西裝 笑容滿面地演唱上海灘 歐陽振華在內地也有知名度 所以也有多位觀眾上去拍片 有網民看到歐陽振華商演的片段 竟然覺得很可憐 留言說感覺有點淒涼 但就有網民反駁說 她現在隨便唱唱就有豐厚的進場 也有人說 她老婆家細顯刻又有錢 根本就不休做 她又不缺錢 應該是無聊出來接些輕鬆的工作 66歲的張國強 和老婆已經結婚35年了 但他們依然這麼恩愛 靠的到底是什麼方法 她最近就在社交平台上拍片 分享自己寫情書的經驗 電話當年打 她寫信 是浪漫的 每次連那一個眉到這個地方都會寫信 已經習慣了 雖然 回家很久 她才會收到 中禮提拍過多出繪跡人口的電影 尤其是星爺系列 包括狗品芝麻官 破壞芝王等 到現在都為人進進落到 中禮提有三個女女 她還將自己的美容 和演藝細胞都遺傳給她們 她們也有意在娛樂圈發展 近日中禮提就拍了一段化妝的片 由小女將凱琳親自操刀 幫媽媽化個美妝 網民看完 到震驚中禮提小女的姓細美顏 說她的樣子好純好有仙氣 跟著媽媽母女當地上陣 星徒必定一帆風順